尿灵少女却形如幼童 什么样的疾病让她抱怨母亲生下自己 四处求医却被告知无法医治 是谁让她急着 一记般再次发育 一记简单的处方尽显良意大志 和平年代齐方解尘科 本期为您讲述 讲述居民故事品味军旅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二十岁可以说是女孩最好的年华 可是有一位叫小丽的姑娘 二十岁了 客人上去却像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当记者在杭州解放军第117医院 血液内分泌科的病房里看到小丽时 她害羞的遮住了眼睛 一副清称致嫩的脸上 闪过一丝不安和忧愁 这个被肥大的病号服掩盖着的瘦小的身体 竟隐藏着许多迷洋的故事 一位慈爱的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埋怨自己 又为什么会遭到女儿的抱怨 这令人心酸的一幕背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小丽来自宁波象山的民村 爸爸靠打鱼维持全家的生计 小丽刚生下来时跟普通的孩子一样 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到三岁以后 她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症状 到了三岁那年 她肚子有点大起来了 她爸爸是普遇的 她回来了 她说女儿的肚子那么大 肚子是大了 大一点 她的青筋都拌起来了 一根一根 发现小丽身体的反常迹象后 小丽的家人没敢大 立即带她到医院检查 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无论是在乡镇医院还是县里医院 医生们都查不出小丽的病因 看着女儿一天天被怪病所困扰 小丽的父母不肯放弃 他们拿出了全家的积蓄 说什么也要为女儿看好病 十岁那年 第一次带到宁波是福尔医院 福尔医院给她给功能查的不好吗 说她是肝病 又把我转约到全冷病医院医生 说你的女儿不是要是肝病了 他们两家医院会诊了 说我的女儿是肝糖原累积症 肝糖原累积症 是某些糖的分解酶缺乏 引起糖代谢紊乱性疾病 这类患者的肝脏 犹如一个巨大的仓库 吸纳着身体内分解的葡萄糖 而身体其他部分 则因无法吸收葡萄糖供解的营养 出现严重的低血糖症状 并且导致肌体内环境紊乱 引发孙重症 从而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长和智力发育 医生告诉小丽的父母 小丽患得不仅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 而且十分罕见 发病率只有二十万分之一 目前还找不到有效的治疗方法 小丽的父母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然而继续求医的结果 再次给这对淳朴忠厚的夫妇 以无情的打击 我把她对到时候 那这医院 那这医院一上给她追 走了给村子 我的女儿真的是这个病 她说没有药 现在没有药 就一点药都没配给我 就回家了 人家都问我 你的女儿怎么不去治疗 不去治疗 只有我自己知道 人家都不知道了 所有给小丽看过病的医生 都是一句话 这个病没得看 回家养着 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丽快门五岁的时候 还不能自己走路 当其他孩子在欢声效率中成长时 小丽的身体却看不到变化 这让小丽一家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人家的孩子都长高了 她就是长不高 她人也设施的 提高力也不好 那她走路的时候 大概也到五六岁就会走路 因为呢 在学校里学习呢 她就是读一点语文 数学 她一滴 一滴之力都没有的 看着自己与同龄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小丽的自卑感也越来越强 十五岁的时候 小丽只有六七岁孩子那样高 由于自卑 她初中毕业后几乎不出门 看着小丽堆满忧愁的面容 想着女儿自懂事以来 就不曾拥有过同龄人所享有的快乐 小丽的父母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在小丽二十岁的时候 他们听说杭州解放军第117医院 可以通过打生长激素 使孩子长高 妈妈就带着小丽来到了杭州 小丽的母亲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来到了地处浙江杭州的解放军第117医院 血液内分泌科 与以往不同的是 她已经不再奢望能够治愈小丽的疾病 而是希望女儿能够再长高一些 目的很明确 从大老远海岛赶过来 来看的目的是让我给她增高 因为我搞内分泌 那么内分泌医生 个子太高的也找我们 太矮的也找我们 太胖也找我们 太瘦也找我们 王静 解放军第117医院血液内分泌科主任 主任医师 对糖尿病 肥胖 生长癌小 性发育异常 等各种内分泌疾病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我说过的 我的女儿并不能治吗 我是不想来治了 人家说她 这里有打 升降技术有的打了 我现在给她打高一点 才1米32 20岁 才1米32 而且没有发育 跟小孩一样 那么我说 你把你以前看过的资料 都要拿来给我看 我这个人有这个习惯 我必须看一下她以前 做过哪些检查 那我一看 我说你这个病 导致生长障碍 你不是这个病 你光致生长是长不起来的 肝糖原累积症十分罕见 就连从医32年的王静 也从未在临床治疗中 接触过这类病例 但王静甚至 小力的癌小 并非简单的生理性癌小 而是由肝糖原累积症造成 要想让小力能够长高 就必须从根本上治疗 其代谢紊乱的病症 别人搞不清楚 或者诊断不清楚 或者是属于不知之症 而到我再来 我就觉得我从来没有把它 当成一个不知之症 从头开始 让病人给我一个时间 给病人梳理其信心 完了把病人诊断搞清楚 有关资料显示 患有严重肝糖原累积症的患者 往往会发生早腰现象 通过对小力的检查 王静发现 小力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 是因为她的体内 还能产生少量的葡萄糖分解煤 而且我看她那个骗子 骨构都没有闭合 虽然她二十岁了 但拍出来骗子跟儿童一样 就是还是有长的希望 于是王静查阅了 大量的无腻外文信资料 集合小力的症状 拿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治疗方案 最终给她定了一个方案 采用就是叫玉米淀粉 超市里有卖的很便宜 把这个作为它的 既作为它的这个主食 又作为它的药物 能够控制它这个 这些所有的代谢混乱的指标 王静主任开出的处方极其简单 就是用冷水调制生玉米淀粉 每六小时进食一次 利用大分子物质淀粉 给机体缓慢提供必要的糖分 而不过量 来纠正低血糖症状 再配合其他药物 来降低血脂和尿酸 三块钱一包的生玉米淀粉 和小力二十年来 令许多大医院都束手无策的病症 似乎是无法对等联系的药症关系 可王静主任呢 偏偏就给出了这样一剂 奇异的药引 这么简单的处方 这么便宜的药物 就能治小力这么罕见的病症 在许多人看来 这真是天方夜谭 令人难以置信 好在这味药没有什么副作用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小力的妈妈还是无奈的接受了 春去秋来 一年后 当小力再次来到 解放军第117医院的时候 她身体上的变化 令医护人员十分惊讶 去年来的时候是一米三二 一米三五 不是一米三二 现在刚刚前天来的时候 又一米四一 去年来的时候 她都没有发月的 那个胸部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上半年一开始了 胸部也有点有了 那就是这个月呢 八月十九号 她月经也来了 我当初是没有寄希望于 让她能够恢复来月经 能够脱去铜装 那我倒确实没有想得这么远 我只是想把它纠正 她体内所有的这些代谢紊乱 结果却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就是这么便宜的生育米淀粉 带来了异常神奇的治疗效果 这个孩子来了以后呢 那通过对她的整一个整治过程 她妈很开心 也不需要用生长技术 花不了多少钱了 对吧 可是把她这些指标都纠正过来 根据小丽目前的情况 专家预测 她在身高 生理发育 体质方面还会有进一步的好转 对一名内科医生来说 准确的诊断呢 是至关重要的 只有正确推断出患者的病因之后 才能够对症下药 达到药道病除的效果 房定主任呢 在给患者诊断的时候 一直有和患者聊天的习惯 而就是这个看似简单的习惯 却改变了无数患者的生活 因为你治病必须要治本 那么你这个病人到你这儿来了以后 你首先必须把他的诊断搞清楚 这个病人到底是什么病啊 在王静主任看来 聊天就是了解病因最好的方法之一 没有感觉 就起来健康体现 隋郡三老人今年已经八十高龄 三十年前 他被诊断为糖尿病患者 同样是学医的隋老 深知糖尿病病发症的严重后 从那个时间我就开始以后呢 按照糖尿病这个引起恐惧 三十年来 隋郡三老人一直与甜食绝缘 从不敢吃水果 然而 这个生活习惯却在半年前被改变了 那是源于王静主任在干修所的一次讲座 王静主任在干修所的一次讲座 王静主任在讲座当中 对我思想下也有很大的触动 我说说这个东西也是紧紧糖尿病 治疗和预防应当相结合的了 自从被诊断为糖尿病 隋郡三老人选择了严格的饮食控制 来预防病情的恶化 没有采用任何的药物治疗 然而 王静主任的讲座 让老人开始怀疑自己病情的真实性 那么下课以后呢 老干部再咨询 那他就过来问我 他给我看到他的血糖监测的情况 我觉得都不符合糖尿病 而且三十年下来 都没有经过正规的治疗 能维持在这个血糖水平 应该说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糖尿病的话 我就表示怀疑了 正是在咨询聊天的过程中 王静主任初步判定 老人早期的糖尿病诊断可能有误 王静主任就很快地决定 叫我呢 再做一次重新检查 我就随着王静 这个血液一起 到了117 117呢 王静呢 没有回家 就回到办公室 给我把化验弹 什么都开好 第二天 老人去医院做了检查 当天中午 王静主任就主动联系老人 帮他分析刚刚得出的检查报告 由于长期过度控制饮食 导致营养不良 使老人看起来过于销瘦单薄 面色苍白 一米八几的个头 却只有60公斤的体重 老伴呢 一直都想着让他恢复正常的饮食 而正是这次讲座和重新诊断 让这位巴巡老人 重新吃上了常年禁忌的可口美食 我说一 一饮食可以是当的放宽 然后煎测血糖 就是餐后高一点没关系 我给你弄一点点口服药 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 否则营养不良 你太严格的控制 因为他控制太严格 通过这个呢 吃了以后呢 现在血糖 基本上都在正常 没错过正常范围 所以呢 我也特别感谢 忘记追 我30年的病 他给我明确起来了 而且给我的治疗 我们医生不要怕麻烦 要跟病人多说 这点很重要 在王静独人看来 聊天不仅是了解病因的好方法 而且许多生活处方 就是通过聊天实施的 聊天成为王静看病的独特方式 所以有些病人跟我开玩笑 说你这么便宜的挂号费 跟病人聊这么长时间 我们去看这些 一百块钱的专家闻诊 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但是我说这个必须要做 因为这个相当于是 我再给你开药 一样的道理 王女士是一名成功的女企业家 然而不惑之年的她 却遭受多年糖尿病病痛的折磨 身上的胰岛素泵 跟随她已有七年之久 原本以为 这辈子都要背着胰岛素泵的王女士 一次偶然中 遇见了117医院的王静主人 这一次的偶遇 却完全改变了她的生活 那个是2006年的三月吧 我的一位朋友嘛 也在这里住院了 然后她说 你把你以前那些病死的男人 再给这个专家看看 有没有 因为她治疗方案有损 跟人家不同 我看了她一下 整个治疗过程 她在地方的三甲医院 大医院看的 就是身上一直带了一个 一道素包 量了一根管子 到腹部皮下 24小时输入胰岛素 在对王女士的检查过程中发现 患者24小时 持续大量的胰岛素注入 并没有改变其高血糖的症状 那我说你这个带呢 没有起到作用 这么年轻 四十几岁 糖尿病 肾功能不全 脑梗塞 走路 有后遗症 一瘸一瘸的 我说你不能走了 你就在那住一下 我觉得我有义务 把你这方案换一下 你这酱糖方案不合适 然而 一开始 王女士并没有意识到 让她留下来 讨养的真正的老病 我说我要想回家 我说我待不住了 在医生那边 精心的 劝说 王静一方面 对她进行 糖尿病知识的扫盲 一方面 在心理上 对她进行 耐心的束脑 她说你这个病 要治好的 慢慢调整一段时间 会好一些的 你回去 家里的也会那个一点 在我就静下心 来在这里 住下来以后 给她的方案 进行了一个 大动 俗话说 百文不如一件 对于王女士的来说 百文百件 都不如一事 在住院的 二十多天时间 经过王建主任 对治疗方案的调整 和医护人员 对她的精心透明 产生了超乎想象的 质量效果 最后把她那个 一条树棒给拿了 她自己也没想到 她认为这一辈子 肯定就一直带下去了 结果我回去 都什么都好掉了 我高兴得不得了 比带棒的时候 血糖要好得多得多 所以自那以后 每次只要来医院 都是我们医院 有好多朋友们 都患上了痰尿病 我说你要想痰尿病好 赶快往解放 就要去医院跑 我就跟他们这样 说了一句 一句好像 一句顺可怜的话 因为我太相信这个医院了 太相信他们这些医生主任了 信任来自于实力 来自于真诚 来自于一颗无私的爱思 这份信任 不仅是对王敬主任 精湛医术的认可 更是对他高涨医德的褒奖 在他这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了不平凡的成就 尤其是他的业务建设 这个与病人的关系的处理 包括他的科学团队的管理 这个难难可贵 白衣丙单心 奇数解尘科 正是解放军第117医院 王敬医师的真实写照 许多患有疑难杂症的患者 往往都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走进117医院的血液内分泌科 而王敬却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位患者 当成是不治之症而放弃治疗 三十多年来 王敬一直秉承医折人心的信念 用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 托起了生命的重量 用无悔的忠诚 兑现着白衣天使的诺言 明天节目呢 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王敬治病救人的感人故事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一场疾病 夺取了儿子年轻的生命 丧心之痛犹在 他们却回到了伤心之地 看望曾经共渡难关的医护人员 杨梅成熟时 逝者的心愿 是苍白岁月里怎样的红润记忆 和平年代 杨梅熟了 下期为您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